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求啊 竟然只有16% 吓死人了 连蓝银支持者对2.0的反感度都比观音柱来得要高 奉劝朱立伦赶快去点亮台湾 不要只会one台湾 台湾急需神佛们的光明灯啊 说到这个one台湾 倒不能说人家抄袭民进党 毕竟向民意靠拢才是赢家 柯P去年用了one city one family 今年当然要向赢家借敬 one Taiwan one China才是主流民意 那广告开板上头的据点也跑板跑到左边去 不禁让人期待接下来中华民国新颁布的正区途中 台湾岛会跑到印度或阿富汗去 如此我国西藏那连绵的喜马拉雅山 就能抵挡非法政权射来的飞弹了 呵呵 工作做好做满 我会做到好做到满 我不会参选2016 这样可以吗 我不会参选2016 这样可以吗 我不会参选2016 这样可以吗 今晚就是爱有翁 若是没翁就没翁了 就没其他翁 这样中华民国都会梦国 知道吗 所以一定爱看 央视今晚家 好的本节新闻就是这样 更多新闻你还可以订阅央视的YouTube频道 我们再会